一條比較有設計感的 是蝙蝠古裝的款式 是一個水桶的褲型 它是偏寬鬆的 有一點點彈性 整個設計最高揚的位置就是 它這幅是一個深色了 深牛仔藍色的屏布 我打開這裏是這幅布的伸延 這裏已經瘦死了 其實它可以直接在這裏就完結不加這一幅 即是不做一個伸延 你會見到其實這個拼邊位很漂亮 好像做一個勾滑線條 或者凸出它這一幅的外跨 跨住了那個位置 這個的確是做得挺漂亮的設計 在邊位和腹腳位呢 腹腳位都是做一點點鬆鬆的效果 是一個偏向復古感 因為顏色是偏向那種味道 我覺得除了搭配最基本的紳士鞋 或者一些有肘的布 或者厚底的球鞋款之外 都可以嘗試搭配一些鞋頭比較突出的紳士鞋款 因為有些比較圓 這隻比較方便 所以方便還是比較突出 因為這就是闊筒褲 所以搭配一些比較長的鞋頭比較長的鞋款的時候 不會擔心褲腳吃住了一雙鞋 也會鬆到一點點出來 層次感會比較漂亮 那個風格會比較好看 也是比較自在的風格 也是很友善的一個配搭 牛仔褲一向都是我選擇 做購買的一個很有自信的貨品 的項目 對啦 項目 我很多客人都很支持我選擇的下身款 因為我選擇的下身款 那個Cutting 是真的很滿意 無論是闊的西褲 闊褲 牛仔 碎花裙 也是 真的很 多謝大家支持 這個索密的橡筋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個橡筋 我看看橡筋在哪裏 是後腹 後腹是橡筋腰 半橡筋腰前腹是平的 這個有褲的拉鏈位 扣柳位 這個是橡筋 這個是細碼來的 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其實它平放的褲 Cut是偏鬆的 因為它整個型都是比較鬆的款式 但不是說男友Cut 不是男友Cutting來的 不是很低浪 但浪不緊 它不是剛才的那種 比較oversize的低浪款 對 都是微微 偏...都是寬鬆的 不是微微 是偏寬鬆的Cutting 那我現在穿的是細碼 另外還有中和大 對 不需要擔心 那個Hip 腿腿 都是非常之寬鬆的Cutting 你看這些都不是貼實 還有我自己覺得 嗯... 它將 原本在側骨的位置 是向前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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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去就會覺得修飾了整個下身 這些真是很細緻 看得很細的細節位 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線條真是做得不錯的項目